李嘉欣粗口大骂刘鸾雄录音曝光,刘鸾雄却不敢还口,一代富豪刘鸾雄被骂得完全没脾气。 纵观这些年香港玄美大赛中的港姐们,颜值似乎一年不如一年,千篇一律的网红脸,让观众看得早已审美疲劳。 这不禁让人回忆八九十年代的香港,那时候没有滤镜,没有美颜,可以真正称得上纯天然美。 谈到港姐,不得不提的便是有着双料冠军以及最上进奖的李嘉欣了。 自从嫁给许家豪门后,李嘉欣也淡出了大家的视线。 不顾这位美人再次回到网友时间的时候,却是因为自己突发的一场大病。 幸亏医生抢救及时,不然这个世界就少了一个叫李嘉欣的人了。 逃过一劫的李嘉欣也是第一时间更新了自己的社交账号,晒出了自己的病床罩, 并且复闻,今后会好好珍惜自己的身体,不会让家人担心。 原本以为会得到各方网友粉丝们的祝福和关心, 结果事与愿违,李嘉欣居然遭到了一些黑粉的讨伐。 总结这些黑粉的意思,用因果循环来形容李嘉欣目前的处境。 不得不说,这对于病情刚稳定下来的李嘉欣来说,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。 李嘉欣此次冲上热搜榜,有关他和富豪刘鸾雄之间的爱情的故事,也再次被大家提及。 有网友更是爆出了当年李嘉欣爆粗口骂大刘的童话录音,短短几十秒的对话, 大刘居然被李嘉欣骂得毫无脾气,这倒还真的让人非常意外。 一直以来围绕在富豪身边的女人,大多数都是对富豪男友言听计从的。 录音文字内容为,李,好像王纪那样,痴心情长见似的,可以样样式都为了邱树珍去做, 这样的事对于李来说是侮辱你的智慧,是憨居,就是很傻的意思, 那你就要去谈一下其他人了,和其他女人上床了。 刘,你以为她是我女朋友,是我老婆呀,打工而已。 李,打工仔,只是打工仔你用得着对别人那么好啊。 刘,对谁好啊我。 李,你对谁好?你对蔡绍芬不好吗? 刘,我对蔡绍芬还好。 李,所有人都认准你会开公司,会开戏给她拍,这么多联络的,那就不用说话了。 刘,是以前是以前。 刘,我真是恭喜你呀,欠了个红心这么蠢的女人回去,恭喜你快点捧红她呀。 刘,我没想过捧她。 刘,你没想过捧她,那你牵她回来把插呀。 刘,那不好。 从两个人的对话中,大刘的确是一个好男友。 在商场呼风唤雨的她,对待红颜知己时,却表现出了极为绅士的一面。 当然了,在众多女友当中,大刘对李嘉兴的这份感情尤为特殊。 要说两人没有相爱过,那还真不相信。 在李嘉兴眼里,大刘身上有一种霸气,而且十分会照顾自己。 说到对李嘉兴的宠爱,大刘可以说是全力以赴。 有一次,李嘉兴对着大刘说,房间里的衣服都堆不下了,大刘马上会议,转身就为李嘉兴买下千万豪宅。 而真正令李嘉兴感动到哭的是著名的麻绒包事件。 当时,李嘉兴打电话给大刘说想吃麻绒包。 大刘接到指令,二话没说亲自送热气腾腾的麻绒包到李嘉兴居住的豪宅。 结果到李嘉兴豪宅楼下时,却停电了。 为了博得美人一笑,大刘顶着大肚子爬了二十多层,敲开了李嘉兴的门。 身家几百亿的大佬,居然能够做到如此体贴。 李嘉兴当即抱着大刘留下了幸福的眼泪。 很多人把保永勤离婚的原因归结到李嘉兴身上。 关于这场正宫和小三的较量,在当时也是掀起了很大的风波。 李嘉兴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人,对于自己的行为她也曾悔过。 不过她一直强调自己只能负上一半的责任,另一半应该由大刘负责。 其实很多网友之所以这么排斥李嘉兴, 就是因为她伤害了保永勤。 如果不是李嘉兴的这般咄咄逼人,说出那么难听的话语, 也许保永勤和刘鸾雄不会走到离婚这步。 保永勤到生命的最后一刻,对于李嘉兴仍然耿耿于怀。 可见当时的保永勤内心是有多么恨李嘉兴。 有传闻称,保永勤死前特意叮嘱大刘, 娶什么女人都可以,就是不能娶姓李的那一位。 不管传言真假,大刘虽然和李嘉兴藕断撕连了十年, 但是最后还真没有让李嘉兴进刘家的门。 只能说李嘉兴当时的确过于激进了, 结果落了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下场。 而这段黑历史或许将永远伴随着李嘉兴。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,李嘉兴电话大骂刘鸾雄, 刘鸾雄却不敢还口,到底是谁公开录音的。 最近,甘比现身香港海洋公园支持嫉子刘明伟引起了关注, 刘鸾雄选甘比真的没有选错, 这个女人的情商真的太高了, 不仅仅把刘鸾雄照顾得很好, 而且刘明伟也对甘比没有意见。 刘鸾雄母亲叶婉淑去世之前, 也是非常同意刘鸾雄取甘比。 相反,叶婉淑一直反对刘鸾雄娶李嘉兴, 刘鸾雄确实喜欢李嘉兴, 因为李嘉兴真的是漂亮。 李嘉兴号称香港第一美女确实不是乱概的。 即使分开多年, 刘鸾雄还曾经在2006年李嘉兴生日的时候, 包下了全香港全部的报纸, 在上面为李嘉兴庆祝生日。 当年,李嘉兴还曾经打电话大骂刘鸾雄, 在里面是脏话骂镜, 而且用的都是粤语里面非常粗俗的字眼。 不过刘鸾雄却毫不生气, 在里面, 李嘉兴还提到了洪欣跟蔡少芬, 大概意思就是刘鸾雄跟蔡少芬、洪欣走到了一起, 李嘉兴非常生气, 于是打电话质问刘鸾雄。 其实这段电话录音说什么, 甚至是骂什么都不奇怪, 毕竟李嘉兴从小没读过什么书, 他可不是什么大家鬼秀, 而是从社会底层摸爬滚打起来的港姐, 他当然是什么都骂得出来了。 奇怪的是, 到底是谁把这段录音公布出来的? 如今, 这段录音在网上还可以找到, 大家可以找一找听听, 可能对于明星的真正人设会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。 那么到底是谁把这段录音公布出来呢? 这个公布出来的人目的又是什么呢? 如今多年过去了, 依然没有人敢承认, 估计未来这也是一个无头公案了。 首先, 最有可能有条件把电话录音公布的人就是李嘉兴跟刘鸾雄, 因为他们两个人才有条件一边打电话一边录音。 不过这段录音应该是发生在20年之前, 那个时候的电话跟今天可不一样, 当时不是使用手机, 而是使用传统的电话。 许多人可能还记得, 当时的电话有一种是自带录音功能的, 可以在电话里面放一个磁带, 然后电话就可以不停录音了。 那么有两个可能, 第一种是刘鸾雄、李嘉兴两个人故意录下的, 另外一种是刘鸾雄、李嘉兴不小心录下的。 只是他们两个人虽然有机会录下, 但是他们为何要公布呢? 这段录音让许多人见识了李嘉兴的刁蛮霸道, 也让人见识了刘鸾雄的唯唯诺诺。 两个人何必放出这段录音来毁掉自己的形象呢? 刘鸾雄肯定不会, 他是一个非常大男人主义的人, 如果他多年之后要抹黑李嘉兴, 显然不需要跟着眼抹黑自己。 李嘉兴更加不会了, 这段对话里面他说的那些话, 可以说让许多人惊讶, 所以他肯定不会如此。 甚至说如果刘鸾雄、李嘉兴知道这段录音存在, 他们也会去销毁他, 绝对不会让他外传的。 那么最有可能的是谁呢?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刘鸾雄当时的电话被倒听了, 或许是被人做了手脚, 那么别人为何要这么做呢?